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的猛烈轰炸 在赫尔松市造成三人死亡 俄国拥兵组织瓦格纳首脑对外来宣称 旗下部队已经逼近了巴姆 巴赫姆特的市中心 只需要弹药就可以来往前继续来推进 不过呢 是他们同时表示 普丁已经切断跟他所有的联络 俄军炮击乌国南部赫尔松市 一辆汽车被击中并起火 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俄罗斯电视台还公布一段影片 表示俄国拥兵部队瓦格纳已经占领 俄乌的战争热点巴赫姆特南部 可以看到整个城镇成为废墟一片 景象惨不忍睹 瓦格纳首脑宣称旗下部队已经逼近市中心 但是却缺乏弹药 他更表示普丁切断了与他所有的联系管道 主要是他公开呼吁莫斯科提供弹药支援 根据英国情报单位的消息 俄军在巴赫姆特已经至少阵亡三万人 主要是俄国将这个地方视为进入更多 乌方城市的垫小时 因此把许多专业军人以及佣兵集中在此 乌克兰方面认为俄军主力被牵制 在巴赫姆特有利于乌军的春季反攻 不过俄罗斯最近对乌猛烈发射飞弹 包括六枚匕首极英素飞弹 专家预估俄国资源足弓战争再打两年 而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挪威宣布 将在今后的五年内向乌克兰提供 总额70亿美金的援助 并且交付八辆鲍尔坦克 乌克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挪威为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 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在国际外交上头促成了重大突破 伊朗跟沙奥地阿拉伯两国的这个长期交恶 在北京的斡旋之下宣布两国重新的建交 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声称这是对话与和平的一个胜利 还有外媒也分析 美国长期在中东担任和平推手的一个角色 现在备受考验 恐怕会逐渐被纳路给取代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站在沙国和伊朗代表中间 主动牵起双方代表的手 三方露出微笑上演大和解 我觉得这份协议 它向世界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北京展现大国外交手腕能力 成功促成沙奥地阿拉伯与伊朗复交 王毅表示这显示出 这个世界不仅有乌克兰的问题 还有很多事关和平涉及民生的问题 需要各方的事实妥善处理 第三个信号就是中东 是中东人民的中东 中东地区的命运 应该掌握在中东各国人民的手中 这次北京谈话 是在三国领导人的共识基础上推进的 三方发布联合声明 还强调最多两个月内将互派大使 甚至将执行二十多年前签署的 安全和经济合作协议 显见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 影响力大幅提升 反观美国和沙国近年来却关系低迷 这次沙一复交联合国表示欢迎 而白宫尽管抱持正面态度 却表示有待观察 国安会发言人科比透露 沙国有对谈判一事事前知会华府 但美国没有直接参与 更强调会继续关注中国 是否为了私利而寻求在其他地区 获得影响力 美联社报道还指出 科比表示这件事产生了爆炸性的地缘政治联想 拜登2022年夏天访问沙国 没想到因为与萨尔曼碰拳 中东之行回头土脸 与沙国渐行渐远 实际上沙一两国分别属于伊斯兰教的迅尼派与什叶派 2016年因沙国处决实业派教室 伊朗示威者攻击沙国驻伊朗外交大使馆 两国随后断交 现在在北京斡旋下和解 中国大陆媒体人胡锡进则引述表示 沙一建交会被很多人视为 是美国政治信用赤字的一次爆雷 也是美国利益的损失 同时它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耗机勃发的一次收割 记者黎静综合报道 因为国际焦点还要带大家聚焦 然后印尼梅拉比火山爆发 火山云高达了7公里 伴随了多起轻微的地震 把当地的民众吓得慌忙的逃离 另外美国加州也面临了 溶雪跟暴雨所引发的严重洪灾 河川被灌爆整个溃堤 上万人撤离至少已经有两人不幸里难 微白色的浓烟不断冒出 直冲天际高度近100公尺 布满整个火山口 印尼的梅拉比火山11号喷发 行程高达7公里的热云和长达1.5公里的熔烟流 还伴随多起轻微地震 吓得附近民众赶紧离开 大卡车一车车飞速开离现场 附近城镇笼罩在火山灰尘当中 到处灰蒙蒙 空气品质和能见度急查 当地政府已经对附近居民提出警告 请他们停止在距离火山口 半径3到7公里的危险区域 进行任何活动 2963公尺高的梅拉比火山 已经被归类为第二高警戒级别的火山 官员表示如果喷发范围 进一步扩大超过7公里 将建议命中撤离 镜头转到美国加州 上周起面临强烈冬季风暴 降雪量破记录 接续的溶雪和暴雨 更引发严重洪灾 加州58个郡中超过半数 进入紧急状态 上万人被要求撤离 至少两个人死亡 雪上加霜的是俗称凤梨特快车的 大气河流袭来 带来恐怖暴雨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 这就是哇 部分地区降雨超过300毫米的 超大雨量灌爆多条河川 当局出动了国民兵救援 加州中布置内华达还有山洪爆发 内华达的山脉 可能还会发生大规模雪崩 记者综合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